云端来大理环保教育站 云端连线环保菩萨精神异议 正善美大动员四集拍摄 如实呈现大理环保站样貌 透过视讯也能有清零其境感受 51岁的陈慧玄凭日开环保车载回收 曾因脑部血管流动手术 也因孩子罹患白血病再度体验无常 我们人生其实来到这个世间是各有各的使命 你遇到的境界那个有可能就是你上一辈子的 你上一辈子所造就出来的 75岁的陈美香是鼻炎癌患者 七月右手臂剧烈疼痛动刀 术后一个月返回环保行列 我告诉他说你让我手冠筋好 我才要快回来做宽布 把环保站当作家 81岁的张喜庆 即使固定洗肾 每天用空档来付出 老菩萨热爱环保的精神 像雨水滋润着大地 我们默默付出 这份爱 我们像雨水同样 但是呢 这也是叫做吉士 有我们在做 叫做教育 所以你的环保站 叫做环保教育站 综合报道